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透影評就是銀牙 啊不是 令牙之旅 搞了這個YouTube Channel 之後 新海誠的上一套作品 《天氣之子》 我也有做到影評 也非常喜歡 我留意新海誠作品的開始 並不是普遍人 秒速5厘米那時候 反而是2013年的燃業之亭 那時候是我老婆帶我入坑 那時候還買書 設定雜說 作品的詩意 庭院的畫面 一個關於孤獨戀愛的故事 再到之後 《大熱的你的名字》 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的 純屬運用山漠劇的結構 還有一些商業上的獎項 創作了一套 非常之出色的作品 我覺得新海誠作品的元素 是很中我的 戀愛 浪漫 奇幻 冒險 但同時它又具有文學的味道 又或者參考日本這個地方 自身的神話故事、歷史等等 電影中的畫面美學、音效、配樂 那些基於日本真實的地方 真正做到風光如畫的感覺 全部都是我為什麼 那麼喜歡新海誠的作品 那麼享受它的作品的原因 而到了這次的《靈牙之旅》 老實說 我自己個人的期待度並不是很高 可能跟坊間的不少人都一樣 會覺得 一定跟舊作有這麼相似的感覺 會不會又是翻炒、炒冷飯 隨便有些冒險、愛情 混合出到新的作品來掠水 但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我覺得要跟新海誠先生說一聲 不好意思 首先是畫面上 依然那麼細緻的震撼 絕對是你每一分鐘 按停的鏡頭 你都可以得到一幅很漂亮的畫面 而除了那些很勸勵、很夢幻的場景之外 其實這次我是很享受 專注在它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場面裡面 看起來就好像很簡單的畫面 但那些光暗、Texture的控制 就做得很不錯了 而最難得的是這次的作品 它情感、發揮的空間 還有那些靜下來的時間比較多 令我對於凌雅之旅的兩位主角的投入度 比起上作天氣之志更為強烈 另外一樣我覺得凌雅之旅有著明顯進步 就是它在說故事的節奏上 並不是好像前兩套作品那樣 不停地去去去 而是加插了一些很生活化的笑容 例如是男主角草泰變成了一張椅子之後 在街道周圍走那些路人的反應 女主角凌雅去照顧那一對的小朋友 各有或是角色之間的小誤會 男女主角之間的小曖昧等等 這些自然散步在整套電影裡的笑位或趣味 不單止令整段冒險旅程 不再只是那種很單純地有一個很大的世界毀滅危機 而是會令我們更加關心男女主角的心情 甚至乎是一班配角們他們怎樣去生活 這種透過一些笑話、一些對白細節的描寫 除了令到今次整段公路之旅 成長的故事更加深層次之外 更加在整套電影的節奏控制上 為每一次關門的大戰之間 提供一些你沉澱、成長的時間 而新海城今次也加添了很多關於日本 這個地方的神話歷史、文化、共同創傷、一些生活化的橋段 去豐富整個故事 新海城在以前的作品裡已經擺放了不少 就好像口雀酒、無女、御神體等等 今次在靈雅之旅裡 將經常跟地震扯上關係的幽隱 變成一個引發地震大災難的傳說 將日本古代除了天皇以外 官職地位最高的左大神和右大神 發生成為門口鎮住這條幽隱的妖石 而在故事裡後門都是來自日本的傳統能劇裡 它的意思是指通往神靈世界的門 而在這套冒險裡 地震快要發生的選址那幾個地方 即是後門所出現的地點 九州南部、四國西部、板城東京、東北三島等等 都是在日本地震經常會出現的地方 甚至乎對於日本國民來說 這些是一些已經成為了共同傷痕的地方 這種將自身地方的了解、感情、過去文化、擺放 我覺得甚至可以說是融入故事裡的深思 就是《零雅之旅》具有層次深度 這麼好看的原因 這些名字《天氣之戰》《零雅之旅》 這三部作品被統稱為一個災難的三部曲 災難這件事總是跟日本人非常接近 整個國家是一個海島 還要處於地震帶 所以火山、地震、海嘯、颱風 揚揚齊 要數到最近期最貼近影響到日本人 就是東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我還好記得當年 我是買了3月16日的機票在飛大阪 怎料3一一臨出發前的一個星期看到新聞 我都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能可以預期去到 那時候都已經跌了心水 流到夠錢就轉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旅行 當然或者甚至自古以來 都有不少的人覺得這些災難是上天給我們的懲罰 一種天顯論 而在故事裡很感覺到一陣現代化的進程 那種步伐可能真的會令到我們遺忘了一些東西 甚至乎是福島這個地方 遇到這次的災難 這次的變故之後 將原本的人撤離了 不在那個地方居住 但這班人 他們又如何去面對這個災難呢? 如果說你的名字是想在災難之前 去拯救他們的那種浪漫想法 又或者地方城鎮 和一些城市之間的人的關係 天地之子就是災難和使命當中的鬥爭 又或者人類和天氣之間的一種不可抗力 甚至乎是一些城市發展的社會議題 而到了這次的靈魂之旅 其實是有一個很明確的故事主旨 就是很希望一些經歷了災難的在世者 可以找到一個好好過生活 繼續去找到那個生存意義的生活下去的方式 我覺得電影裡探討了一個挺好的問題 後門的所在地震的形成 都是出現在一些被現在的人遺忘了的地方 好像一些被人消耗殆盡的工業廢墟 人虛流空的一些村落等等 一些過去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 他們的歡笑、能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已經失去了的一點一滴 在經歷了災難之後就會變成很沉重的能量 流下來就好像一些日本的神道教 或者日本人會經常相信 好像一些詛咒一樣的存在 呂祖國令牙在山門的時候 要讀出來的那段經文、咒文 她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感謝神明對這個地方的恩賜 現在她抱著那個敬意奉還於耳 還回給神明 這裡的還回不是代表地方還回給你 是一些往生者 又或者留在那裡的人的一些回憶 開心的紀錄、歷史 為什麼靈牙之旅要用到後門這件事 而女主角靈牙就要去找一條鎖匙去關門呢? 其實新開城就是想寄予日本的國民 在世的人、經歷了災難的人 如何將這種對往生的人的一種 掛念或者將自己的悲傷 將這個地方的悲傷防低 希望將這種災難後的傷痛 返回上世 即是留在上世的那個世界 要懷著感恩和提醒 繼續生活下去 愛惜在世你身邊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 她在電影裡 其實有很多段不同的經歷 很多其他的人 像歌囊的老闆娘 那間民宿的一家人等等 將詛咒、傷痛、化造 祝福、希望 在靈牙之旅裡 新開城對著自己的地方 國民的那種甜 那種窩心 其實是挺令我羨慕的 一個國家 會有導演 用他們的心思擺放在故事作品 他們的藝術裡面 去紀念這個地方 去撫平這個地方的人的情緒 而且還要把這些融入、訊息 拍得這麼好看 故事到最後 我看到女主角 日記裡面寫著311 然後伴隨著女主角 找媽媽的時候的叫哭 我的眼淚真的忍不住 朗下朗下這樣 並不是她想捱你哭 但是那種 好情緒波蘭的感動 總體來說靈牙之旅 我覺得是超越了 你的名字 和天氣之旨的一套新的作品 故事在她的層次深度和商業性方面 令到一個很不錯的平衡 加上她為日本國民尋找這些地震、災難之後 一些情緒、心理上的出口 故事當中所擺放的這些歷史、心思 全部都是很順暢地融入在故事裡面 她沒有跟你說什麼很大的道理 沒有一些好死人塌漏漏的場面 在這裏我覺得 在觀影的過程裡 我得到很大的娛樂滿足 但同時又會帶給我很多東西去思考 感動的一套藝術之作 這次我對於靈牙之旅、Susume的劇頭評論 就來到這裏 如果你想看更多影評和關於電影的影片 請你訂閱我 SAMS先生 按下旁邊的小鈴 記得要CLS、Comment、Share這條影片出去 如果你想給我這個頻道和我 多一點實質一點的支持 歡迎你加入我Youtube頻道的會員 成為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TG Group電影深友會 我們時不時會約出去看電影、吃飯、聊聊電影經 希望可以在裏面見到你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